跟我们剧情有关系的哈,收复了吉利之后,两位准备怎么分工,谁主内,谁主外,要不你说那句台词,我负责担心,然后呢,你负责搞定一切,是你负责担心的,我负责搞定一切,对,合时了吗,答案,合时了,就这个哈,对,最后一个问题哈,大结局,因为确实, 我们也都很期待哈,大结局会演到小说的大结局吗,为什么总是想希望我们去剧透呢,不告诉你,两个字其实就可以,你们两个人组两个字,一人说一个就可以,什么都组两个字,就是两个字稍微和剧情有点关系,大结局,但是不用说太多,一人一个字总不至于剧透太多吧,一个字都不能说,秘密,太好了, 秘密哈,好,这个秘密,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,等到我们大结局的时候,就来揭晓一下它哈,一集一集的看吧,各位小伙伴们,不得不说这部剧真的对于我们影响太大了,最近这段时间,小伙伴们都在追这部剧,而且最重要的是,很多人不会表白的,也会看了这个剧之后,然后学会了表白,比如说程序员同学,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女朋友表白, 他们学会了,李寻的那个方法,就是做一个爱心的一个代码,接下来呢,也让你们来看看哈,就是在我们抖音上,小伙伴们做出来的爱心代码,让你们感受一下他们的快乐哈,来两位,感受一下他们的爱心代码,点开吗,点开给大家看一看哈, 为什么比较小,对呀,对呀,怎么还有个大心,有个小心呢,没有我放大了,好,OK了吗,可以啊,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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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对,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,你看给大家一些这个新的一个方向建议,就比如说,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爱,不知道该怎么这个对另一半说出爱你的话,除了这个方式,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,比如说,男生或者女生,要跟你表白的时候,我觉得像朱云的话,就比较直接告诉他,我喜欢他,我喜欢你,那吕宇,你呢,我觉得有,就是如果像李寻的话,他会,可能比较含蓄的,比如做这种爱心代码,来表达自己的心意,他不是一个特别善于直接去表达的一个人, 不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自己心思的一个人,对,好,我们大概知道,一看在一起,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给我们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一些机会,现在有什么问题,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,来看一下,好, 哦,他们特别怕我,就是看着,好,来,好,哦,对,衣服,是吧,衣服,今天的衣服是可以讲一讲的是吧,来看一下,什么衣服,衣服刚刚有说到,说今天确实就是两个人,很默契的都穿了黑色的衣服,哦,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,说第一集的时候,李寻藏在箱子后面吗,到底他藏在哪了, 这能讲吗,我觉得这个想象空间,嗯,嗯,嗯,留给大家,其实我们都看到,回报的时候,想象空间留给大家,嗯,嗯,你是在那儿看到了吗,没有啊,嗯,所以真的,真的有时候,这个给大家留一点想象哈,来看一下下面的哈,大家可以,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哈, 确实哈,小伙伴们哈,好,哦,哦,哦,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,特别好的一个问题,想听两个跟我们讲一下哈,因为这个戏前两天的时候,就是我们的制片人不是也做了一个直播吗,然后包括很多网友也都说过这个问题,就是真的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天选的李寻和天选的祝韵,嗯,你们两个人怎么理解这种角色的适配度,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角色的,都可以讲, 讲一讲,好不好,我觉得天选不敢当吧,嗯,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,我作为演员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在,呃,这部剧集中给大家呈现一个最还原李寻的样子,嗯,然后我其实也在努力的,在生活中,啊,在各方面,把自己塑造的向李寻一些,嗯,比如说我的外表,嗯,然后比如说我心目中,还有剧本中,所描写的李寻, 是,是一个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,嗯,他是有什么样的性格,嗯,嗯,然后他平时走路,啊,然后平时生活中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,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决策的适配度,我认为就是,其实这个是,可能更多的是,我们作为演员应该做的功课吧,嗯,就是我们怎么去更靠近角色,怎么去塑造角色,然后怎么去最后呈现出来一个,啊,令大家觉得,比较贴合角色,角色的一个形象, 在各方面,嗯,你自己私底下的性格,跟李寻一项吗?嗯,还可以吧,你觉得呢? 你也可以说一下这个话题,啊,你觉得?我觉得首先,就是,李寻跟李寻,被大家认可,被,就是被大家这么说,我们都是很开心的,嗯,然后其实,嗯,首先我们肯定也很爱李寻,朱云,这两个角色,嗯,然后其实,我们在演绎的过程中,会对他投入很真的感情,会去喜欢他,会去努力,嗯, 当然也有,比如说导演啊,制片,就整个剧组的,就是去帮助我们,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,嗯,所以其实还是很开心,就是看到大家觉得,哎,他们就是李寻朱云,嗯,那你觉得你自己的性格跟周云有相似的地方吗?这还是有的,嗯,哪些地方,哪些地方,嗯,很多方面,我觉得,嗯,您稍稍,比如说,静怡其实是一个, 一个非常努力上进的,嗯,一名演员,嗯,那朱云是一名非常,勤奋刻苦的学生,嗯,然后,呃,我觉得静怡和朱云最像的地方,就是在于,他们,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,嗯,然后, 然后,内在也有一股动力,一直支撑着他们,一直在往前走,嗯,然后遇到困难也不怕,嗯,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啊,就是朱云手上的戒指代表了什么? 戒指,嗯,在戒指,嗯,在戒指,嗯,在戒指,哦,终于手里戒装饰品,哈哈,在戒指,就是,应该是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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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时候那一场戒,对, 嗯,其实只是一个状态,真的吗?对,好,大家问的都差不多了哈,对,需,好,可以好,啊,好,好,啊,大家的这个需求都知道了哈,接下来就综合大家需求,包括两位今天的直播的表现呢,最后呢,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挑战哈,最后的挑战就是要给我们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,最后一个福利,这个福利呢,就是一个惊喜的,五连拍,啊,这个,五连拍呢,就是,分辨的,就是,分辨, 比五个不同的动作,没有任何话题,啊,大家做好截屏的准备就可以了哈,来,各位小伙伴们,一起做好截屏的准备哈,来,做好准备五连拍,啊,第一是这个,来,五,四,二,三,四,五, 五,是不是,能做到十几都可以,一直往下来,一直往下来哈,好了,大家都做好截图了哈,我们命运循环的这个高天截图,希望大家这个截到之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,分享哈,包括今天没有时间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,也给他们来一些,送一些福利,好了,最后的最后,特别特别适合今天,两位带给我们的直播, 未来是不是还有时间,经常会合体直播,有机会的话,有机会的话,对,好,最后的时候,一个问题,跟我们大家说一下,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直播了哈,最后,呃,跟我们所有的,我们命运循环的,喜欢命运循环,就是这两个角色的,所有的小伙伴们有什么要说呢,嗯,嗯, 嗯,就是首先真的很谢谢大家喜欢,呃,点燃我,温暖你,也很谢谢大家,相信,呃,我们就是李循啊,朱运啊,高建宏,任迪啊,所有所有的这些角色,也期待,大家能看我们后面的故事,和我们一起去经历,嗯,可以,可以,基本上我想说的经历都说了,嗯,然后,希望大家多多关注,点燃我,温暖你,好,谢谢两位, 我看大家也预约了,下一次的直播了哈,我们一起,呃,跟着大家追剧哈,包括一直追到我们大结局的时候一起哈,好,最后再一次谢谢两位的今天的直播,许多经常来到这里跟我们直播哈,谢谢,谢谢,谢谢,嘿,嘿,嘿,好啦,哎,对,一直,我们还没结束,啊,还没结束,可以啦,对,对,对,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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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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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,关掉吧,对对对 哦,那我关了 关了吧 拜拜 怎么关